大家好, 這裡是賴博士 今天我們會來看科研短篇和海底美人 在這個很光的行程之下 一條魚在四吋找食 突然一個鋼鐵鯊魚出現 小魚不見到就只可以一路同行 鋼鐵鯊在黑暗裡一直追 但小魚突然躲在這個洞裡 牠說自己肚子餓了一段 誰知有隻鋼鐵鯊 被鋼鐵鯊死了 然後蟹看見我全部衝進去吃 我都吃到一番烏骨的時候走 吃飽之後又被一隻烏龜移了 烏龜呢 你看到多年的進化之後 牠的殼已經變成鐵鍋了 然後看到周圍也是 這些發光的蝦仔 然後可以看到剛剛那些蟹 你可以看到那隻蟹 其實也是變成膠樽的蓋子 然後你看到肺胎突然間開了眼 然後牠就一手捉住了沙魚 原來牠是一隻大樽 我可以看到牠馬上嚇到走 然後牠來到沙桃 那一隻已經跟鐵皮融合了的鷹 就突然飛過來 嘩 捉住了那隻怪鹽 然後呢 海灯末日呢 其實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雖然呢 它是講述 垃圾已經佔了這個海洋了 但是呢 牠依然是為了生存 而去融合了的生物 那麼呢 很多人呢都不知道這個特點呢 就是牠 好像環保一樣 把東西結合了另外一種東西 你看到那隻蟹魚呢 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位置 其實可以看到 牠呢 那隻蟹魚是一個 廢製了的潛水艇來的 那牠是一個比較恐怖的世界 那這個人類的文明呢 就應該在沙島上 人類已經 早就可能住了 某這個海底末日的景 那這個末日呢 可能呢 真是呢 在不久的將來會發生的 那如果喜歡我的這段影片 就不要忘記點讚關注啦 拜拜 好來到青華重溫啦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蟹呢 牠看到是一個個蓋的 那怎樣解釋呢 是什麼蓋呢 那仔細一點說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蓋 那可以蓋的 那可以蓋住的 好 最後呢 你是 看到 那隻龜是一個殼來的 好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 記得 訂閱我的時間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